我们大家都知道枸杞常常拿来蹲鸡啊 出在神龙本草经 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吃枸杞死掉了 没有嘛对不对 中高级这样很好啊 它的枸杞这个树的子呢 就是枸杞 它的树根呢叫地骨皮 所以它的子跟地根 它的根两个独入药 地骨皮 那常常吃枸杞好不好 当然好啊 你平常没事在诊所里面 在办公室里面 对不对 你们在诊所里面 你可以泡一些 好拿两片 好黄芪 对不对 好几个枸杞在里面 当然你环境比较好一点 好泡一点红参 我诊所有上好的高绿参 但我都省给病人吃 那你可以泡一些干草啊 好黄芪这样子 然后枸杞 那喝别人当茶喝 当茶喝的时候你身体 好那个气会很旺 讲话就声音就很大 那平常枸杞呢 重要是因为它是颜色是红的 好 好能够养肺 我们中医啊 治肺 钉是红色的赤色的 我们治疗心脏的时候 治疗心脏的时候 所有红色的药 红色的药进来的时候 一定会去润肺 一定会去润肺 好为什么 因为 木活 虎 中医在治疗 心脏病的时候 我们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要去治经 所以把肺弄好 心脏就会好起来 就好像一个修车师傅 你引擎有问题 他先去查水箱 水箱就是肺 引擎就是心脏 这个枸杞呢 身经止渴 糖尿病的人 口渴不止 都给一次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 它的红色的 它是蛋味的红 不是 它是后味的红 如果味道很重 它知道它是入血分 红 然后入血分 它是蛋味的 蛋味的红的时候 它入气分 所以气分它就会进入肺脏 它是润肺的 很好的药 那我们常常在讲话的人 就是吃吃枸杞 你不用拿些 当花生米丢进去 多硬啊 吃牙齿断掉 泡起来吃 泡到热水里面 当茶泡 泡下去 那你说 老实说大枸杞粉啊 什么都不要 就原枸杞丢下去 枸杞啊 丢下去枸杞啊 黄旗啊 那过去呢 我们枸杞一直在临床上 我会放在上面的东西 很多我把你们注意删掉 那个乱讲 那个没有那种效果 他在那边乱讲 因为我们看你不能讲错话 所以这个里面 我都挑了 真的有这种效果 我才拿来 它枸杞本身除了致肺气以外 它致虚劳明目 对眼镜很好 那老师 我前面你讲过了 绝名指 炒过以后泡茶 对眼镜很好 那放点狗血 很好啊 你滋补嘛 对不对 如果给亲生吃 怀疑它有难题 放点那个兔丝纸 强劲它 但是它倒阳 我想倒阳很多种方法 我一定要教会主委倒阳 不然的话 你不会知道怎么生养啊 所以就好像我们要治病 你要把人救回来 你也知道怎么杀人 对不对 那它是肩筋骨 长期吃的话 美容养颜 让大家气色会非常的好 那肾脏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 这个随时可以补气的 过去我们常常蹲鸡啊 蹲什么呢 放点狗鸡在里面 好多鸡子 好多鸡子 好多鸡子